你开不开心啊 又让你爸爸举着脸啊 走喽 你慢点啊 你不懂 怎么会这样 超过了 预想 你出现的 方向 是我 所有的目光 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 除了更傻的自己 除了没拥有的你 我 老婆 我好不容易腾出时间来 东京票都订好了 想让咱们一家三口好好玩一玩 你这边现在又有事了 这回任养茶树的事我真得亲自去订 是不是我说那些话你就往心里去了呀 那我赚钱为谁啊不就是为了你和儿子吗 再说了咱家的钱不一向都是你决定怎么花吗 你想做茶厂你就做 我就是不想你太累了 好 我不是在跟你赌气 这次反正阴差阳错地逼了自己一把 不也想出办法来了吗 我有预感 如果这次方案可行 真的能解决茶善中长期的发展 到时候我就帮你把包袱卸下来了 明白 你就在家好好地看家 好好看儿子 等我回来 等你回来 那帮你快点回来啊 好 你说你非要送我回家 然后自己再打车回去呢 我都已经十多天没见你了 就是想多给你待一会儿 多待十分钟也行啊 好 我好好补偿你 好啊 你说的啊 我说的 那 你让我去你家里看看吧 不行 家里有阿姨 还有孩子 是吗 那就等他们不在的时候嘛 我就想看看你家什么样子 我看看就走 求你了 肯定不行 我知道了 我不应该提这种要求让你为难的 那我先回去了 有没有 有没有 除了这个 别的我都答应你 嗯 那你慢点开场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您好 请问一下 有没有一二零一的快递 稍等我看一下 你是新来的吧 我叫林悠悠 今天第一天上班 您住在一二零一是吗 有吗 没有 之后要有什么话 我听您再说就行 好 谢谢 我这趟去茶山真的挺累的 这个新来的前台还挺好看的 挺热情的 估计是刚刚大学毕业 我这次去茶山 二维码的通道已经开通了 也可以认领茶数了 希望一切都能好起来 等熬过明年春天 老公 老公 你想什么呢 我刚才想了想 还能以什么样的渠道 替你推广一下那个空山产 我想了好几个渠道 我回家跟你说 这趟去茶山还真的挺累的 我每天在那儿就睡三个多小时 辛苦了老婆 特心疼你 你赶紧好好休息休息 我还真是得 赶紧换件衣服洗不倒 好 你赶紧去 我先去泡澡了 好好好 你不是找着辛苦做吗 不会这么巧吧 找到我们家前天来了 我想天天都能看见 我不想再想潜移这年 一个人在家等你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出来 我知道你身不由己 所以我可以到你身边来 别闹了 我没有闹 我来这个城市就是为了你 你是我留在这个城市 唯一的理由 我找这份工作 就是想给你近一点 他怎么一点贝贝地想呢 你不用担心我 我就好好完成我的工作 不会做任何出国的事 也不会影响到你的家庭 换份工作 赶紧辞职 你去哪儿啊老公 刚才手机拉车上了 学一趟手机 我洗完澡困绝就上来了 我去不回家 待会儿儿子从幼儿园回来 你告诉我一声 好 睡会儿吧 好 好 好